大家好 这两天这个王志安啊 这个应该叫王志安事件 王志安现象啊 王志安说在日本的一个东北小孩 唱rap的叫脱江野狗的 说给他开河了 给他人肉了 说是暴露他隐私了 实际上那是他的公司地址 人家也没曝光王志安的个人地址 然后呢 但是王志安的粉丝呢 又把那个脱江野狗的地址 好像日本什么长野县是什么玩意儿 都给定位了 在网上公布了 还有那个人的车牌号 两辆车的 那个孩子也道歉了 说王志安的这个你的粉丝可别来我们家打我呀 别骚扰我们家的家人呀 或者是对我们甚至是伤害呀 都不要 也道歉了啊 反正王志安呢 但是你说他吧 他类似的事他也干过呀 他王志安之前 还是去年前年 他不知道为什么跟方舟子俩人杠起来了 他把方舟子在美国的地址给公布了 据我所知啊 也许说的不对啊 我我觉得那个地址就是方舟子家庭的地址 那王志安也很过分啊 对吧 还有前两天 也是去年前年 王志安把那个王小山的地址也给公布了 不是地址 就是王小山的工作的诸事会社 还有王小山的真实姓名 是吧 反正就说王小山是个网名 但是这个好像真名叫谭春山叫什么玩意儿 我也记不住 我也不关心 反正王志安这样做也是非常过分的 也是不应该的啊 当然在网上这种的做法 双方互相开河 互相人肉 然后找到对方的公司 找到对方的家 甚至可能会人身伤害 把人打伤 或者更严重的后果 关键是这种恐怖 恐惧感 是吧 这个都是不应该的啊 基本上还是要观点之争吧 是吧 就比如说王志安错在哪 说了某些是吧 反人类的话 他说的不对 这还是在观点上 大家来交锋 来交流 是吧 你批判也没关系啊 而涉及到威胁人身安全啊 这些事还是有点过分啊 但是王志安他肯定 对吧 他之前他就放了第一枪 他之前对方舟子啊 对王小山啊 当然他有说王小山老骂他 但是啊 他有说王小山什么卖假酒 卖飞镖酒 什么骗粉丝钱什么什么的 是吧 这也是双方有仇啊 但是王志安确实 原来他当大外宣也好 在央视什么当记者也好 他发表了很多反人类的言论啊 我昨天做直播做了两个半小时还多 我就对他的言论啊 大概至少有十个事 重大的事 在重大的事上 唐慧的十岁的女儿被迫卖淫 王志安说那女孩从小不正经 那是一个八九岁十来岁的小女孩 你说这种话 对吧 他被轮奸被强迫卖淫 还有浙江温岭的那个幼儿园 然后那个老师虐待儿童 那都是两三岁的孩子 很多 还有一个河北保定的人 没有钱 自己在家把自己的有病的腿截下来 然后疼的咬断了好几自己好几颗牙都掉了疼的 然后王志安都发表那种言论 那就真的是不是人的言论 真的 所以对王志安的批判 我觉得是是一个人 是或者是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应该做的 然后如果你支持王志安 要不然你是是把心眼歪了 要不然你是糊涂的被他蒙蔽的 你不了解他有多坏 他说过多少不是人的话的